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王滬寧將被違以重任 無法掌握失權 彭博報導 中共機構改革 金融監管員工獲減薪50%以上 中國出生率崩潰 降幅超毛時代三年大饑荒期 三萬俄軍殺紅眼 戰線形勢緊迫 烏軍限兩難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3月9日 星期四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王滬寧將被違以重任 無法掌握失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3月8日出席中國全國政協港澳聯組會議 王滬寧和另一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被視為新一屆掌控港澳工作的熱門人選 有分析認為 政協向來是主責接觸港澳台民眾的統戰機關 因此看好渴望接任全國政協主席的王滬寧會主管港澳事務 美國之音報導 臺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認同該觀點 桑普說 王滬寧是一個幕僚 是一個智囊 一個出謀獻策的人 可能在形象上比趙樂際佔優 但實際上 他的心還是鐵的 跟共產黨抱在一起 對臺灣 對香港只會更一盤棋 一手對臺灣施衣軟弓 一手對香港施衣用弓 這需要一個人來統籌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 王滬寧更能勝任統籌的角色 包括劉瑞少在內的部分觀察人士則認為 被視為習近平親信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行政手腕積佳 而且非常熟悉香港事務 有條件成為港澳事務一把手 劉瑞少說 以前林鄭月娥到中國大陸與習近平會晤時 丁薛祥曾經同場出現 近年全國人大開會 習近平出席江蘇小組會議 陪伴左右的就是丁薛祥和政治局常委蔡奇 從2003年開始 香港事務一直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和決策 但劉瑞少認為 未來五年無論誰是港澳事務的一把手 都無法掌握實權 劉瑞少說 以前韓正也是港澳小組組長 張德江也曾是港澳小組組長 他們有實權嗎?未來誰來負責港澳事務 實權都會在習近平手裡 雖然他在港澳事務上沒有組長或主任之類的頭銜 就等於對臺工作 他也不是對臺辦或國臺辦的什麼人 但是權力還是在他手裡的 彭博報導 中共機構改革 金融監管員工獲減薪50%以上 3月7日 中共公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撤銷保監會 成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 金融監管將進入一行一局一會時代 由國家監管局 中國人民銀行 央行 中政監分別在職責範圍內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 此外 國家監管局 中國人民銀行 央行 中政監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工作人員 將納入國家公務員統一規範管理 執行國家公務員工資待遇標準 這意味著金融監管機構的員工面臨大幅減薪的局面 彭博社8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 機構改革後 國家監管總局和中政監的一些職員 他們的薪資待遇可能減少50%以上 知情人士透露 中政監和銀保監等機構職員 目前的工資待遇大大高於國家公務員標準 包括所有福利在內 中政監部分初級員工 目前每月收入在2萬元人民幣左右 機構改革後可能會降值不到1萬元 報導稱 降薪可能會削弱金融監管人員 防控金融風險的動力 另外 在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還提到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 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簡 也就是說 金融系統的人員也將精簡5% 這一次改革不但要減員 還要降薪 旅美政經評論員秦鵬在《秦鵬觀察》中透露 他在國內金融圈的朋友 對這次金融機構改革非常不滿 評價說 這是以改革的名義 改換錢莊掌櫃和夥計 金融已亡 有事燒止 相關人員的工資一下子會減少很多 據說很多人已經開始罵娘了 中國出生率崩潰 降幅超毛時代三年大饑荒期 根據中共統計局2月28日發布的數據 2022年全國中國出生人口956萬人 出生率為6.77% 死亡人口1041萬人 死亡率為7.37% 自然增長率為-0.60% 《華盛頓郵報》2月28日的文章分析 在現代和平時期 幾乎任何政府統治下的國家 都不會發生這種生育率斷崖式下跌 這種迅速劇烈的生育率崩潰 通常來自於巨大災難 如饑荒 戰爭或其他動盪 報導說 中國斷崖式的生育下跌情況是一個警告 它標誌著大陸民眾在共產黨治下 對未來前景充滿絕望 在這片共產黨肆虐的土地上 出生率崩潰可以視為民眾對統治者的用腳投票 根據歷史數據 在中國毛時代的三年大饑荒中 1957年大躍進前最後一年和1961年飢餓時期之間 出生水平下降了不到40% 3萬俄軍殺紅眼 戰線形勢緊迫 烏軍限兩難 據臺灣新頭殼報導 隨著3萬多瓦格納突擊隊 從巴赫穆特 東北南三個方向包圍城內守軍 近期 部分烏軍已經開始有組織分批次向西撤離 然而 西方媒體和基辅當局的一系列消息 卻與當前戰場上的局勢存在落差 有分析認為 目前烏軍撤退的生命線 僅僅剩下最後4公里寬度 形勢已萬分危急 分析人士指出 一方面 城內烏軍雖然擁有堅固的地下掩體 擁備攻勢和大批隱蔽火力點 但是 巴赫穆特與外界聯絡的兩條公路已經被俄軍炮火封鎖 城內烏軍事實上已經被戰術包圍 另外 殺紅了眼的俄軍不僅向城內發射了大量燃燒彈和高炮殺傷彈 同時還使用被稱為火力風暴的大口徑溫壓彈 以及極速炸彈向城內密集開火 而且 在扎魯日內 瑟斯基等軍方人士看來 盡早撤離 可以防止被瓦格納突擊隊追殺 造成烏軍撤退過程中出現無序溃退的現象 烏軍也有充足的時間可以在身後的恰索夫亞爾鎮構築防線 總體上來說 扎魯日內出於保護烏軍有生力量的理由 強烈建議澤連斯基下達命令從巴赫穆特撤軍 不過 在北約和西方國家看來 巴赫穆特在戰前一直是頓涅茨克地區 連接哈爾科夫 盧干斯科和蒂涅伯河沿岸的交通枢紐 在當前 俄烏衝衝突集中在北頓涅茨克方向的局勢下 巴赫穆特作為重要鐵路運輸集散地的作用越來越大 且多條鐵路通往烏東地區重要城市 巴赫穆特如果還在烏軍手中 那麼就可以防止俄軍以巴赫穆特為後勤中心 向執行進攻任務的俄軍提供物資補給 因此 對於澤連斯基來說 巴赫穆特被美西方國家視為一個政治符號 這個符號是美西方在俄烏衝衝突中的底層邏輯 那就是通過烏軍長期消耗俄羅斯的國力 因此 美西方當然不願意看到烏軍在巴赫穆特出現無序溃退 或者輕易將該城拱手讓給俄軍的情況發生 也就是說 澤連斯基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美西方國家的觀感和態度 然後才是烏軍面臨的被動局面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烏克蘭已動用GDAM精準炸彈 可擊中72公里外目標 習近平秦剛點名媲美 美中關係底線守不住了? 中共公布重組方案設8個部門 未設公安 國安和港澳系統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您請您可視聴用您的你看看 有嘗意 fidelity work 感谢观看